台湾四大名岛都访过。 海翔爆料真面目。 海翔,左,访问导演魏德胜。 图新瑞文创提供。 2018年3月18日。 就金山星道日报主播及新媒体总监海翔2017年底出版今夜采访谁? 台湾南安在涌闯美国的飞翔之路,内容集结各领域的敏人庄访,包括政经、艺文、娱乐及科学等,其中包含台湾四大名岛李安、侯孝贤、魏德胜及九把刀。 在书里他描述这些名人的真面目。 海翔回忆访问导演李安及魏德胜的过程时,对于两人的评议近人印象特别深刻。 他透露,采访李安导演时,因为想访问的媒体很多,所以我们出击去录影,我那天超级紧张,而且被排在倒数第二个访问,深怕他太累不想访。 结果李安导演不但笑着主动跟我打招呼,握手,还美问必答。 而以赛德克巴来拿下金马奖的韦德胜导演则士的奖后到九金山宣传时受访,不仅为了海翔的节目拍摄预告短片,访问全程还相当配合,令他感到很温暖。 海翔访问导演李安。图新瑞文创提供。2018年3月18日。 海翔表示,惠德胜导演特别透露赛德克巴来的秘密,在就金山不放的海外版本是台湾上映电影的浓缩版,只有2.5个小时,一切都是为了迎合海外行销的策略。 在书中,他详细写下与每位名人的专访细节,让读者看到这些名人不同的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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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